首先就是關於The Eye那個有個少女死了 跟著那個監控片段似乎就是不完整 我覺得就是由於現在整個警方的處理 還有就是整個政府的不可送令到大家是完全沒有一種制度的信心 變成任何的這些譬如說CCTV片段的缺失 有關方面的一些不能夠解釋不能夠直接這樣去回應 我覺得都已經是令到大家有很多疑點是會覺得是有這樣的可能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個問題只有就是取決於這個制度 如果能夠復修令到大家是有信心 警隊不是變成一個這樣的就是完全大家覺得他是警暴魔警這樣的制度 就不會發生今時今日這樣的事 不會有這種這麼大的信心危機 所以我覺得就是背後這些警察和政府是需要檢討 為什麼現在他們的誠信會破產 令到一些各種的消息大家都會是有很大的懷疑在這裡 我猜我猜北京對於在香港正式出兵還是有個Hesitation在這裡 不過就是在香港用真槍和要對一些所謂他想置諸死地的比較勇武的分子 因為北京是認為可以這樣做的 因為他們就是認為要槍偶槍要炮又炮 還有對一些在表面上已經有一些勇武行為的人 他們是有這樣的打算 不要去操作 歸掉了 歸掉了 斯文資情園 新聞資訊自由 或認証自由 和合格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